第二十八題 由兩台冷氣機其規格標示如幼土 這兩台冷氣機在指定的電源電壓運作時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可以看到 藍花牌標示110V 1100W 表示正常應該接在110V 它就才能夠產生1100W的功率 雅之牌的標示的是220V 1100W 表示正常使用要接在220V 它會有1100W的功率 由此可知這兩個牌子的冷氣 在正常使用的時候的功率都是1100W 所以選項C說藍花牌的功率大是錯的 選項豬說藍花牌的功率小也是錯的 它兩個功率是一樣的 那麼選項A跟B是問了電流 那麼這題目上面的標示有電壓有功率 我們要求的電流 所以我們知道公司應該是用P等於IV 那我們現在的P大概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如果我的電壓比較大 我的電流就會比較小 所以雅之牌的電壓大 電流就小 藍花牌的電壓小 電流就大 於是我們就知道我們答案應該選A 所以第28題問下列敘述何的正確 我們答案選A電流 電流 藍花牌大於雅致牌